您現在說 BBS新聞台 水點不一樣 今天要先提醒大家寒流發威 氣象鼠是持續的發汙不低溫特報 而且今晚到明天 接下來的溫度還可能會更低 氣象主播吳宣彤 為您說明 這一波入冬最強的寒流 現在晚上的時候 正是它發威的時刻 會越晚越冷 而且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感受上會更加的明顯 我們先來看到在氣象鼠 是持續的發布了低溫特報 特別針對整個台灣都亮起了燈號 尤其在整個台南以北 都是亮起了橘燈 意味著它有可能會出現 10度以下的低溫 而在苗栗以北 更是有可能會出現6度的溫度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北部地區的溫度 大致是落在6到10度左右 而在中部地區 則是介於6度到8度 南部地區溫度當然比較高一些 但是也是8到12度而已 所以提醒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會有節洞的地方 像是你上山的過程 都要多加的留意 而在明天的白天 溫度雖然有稍微的回升上來 但是起伏也不是特別的多 大概只有1到3度之間 所以北部一整天的高溫 都不會超過13度 而在中部地區 高溫也不會超過18度 南部是有可能會回到22度的高溫 但是整個西半部地區 早上的時候還是非常的寒冷 都只有各位數字 一直要到禮拜四的白天 這寒流才會減弱 但是到了禮拜四的清晨 中南部地區還是會有輻射冷卻 所以它的低溫可能比北部 還要來得再更冷 但是它白天回升的幅度很大 所以這溫差可能動輒就超過了10度左右 而在北部地區 禮拜四到禮拜日 它是一個緩升的過程 它的溫度 高溫也都不會超過20度 而中南部需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溫差 所以如果家裡面 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患者 或者是長者的話 提醒他這衣服還是要穿得暖和一點 不知道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會不會還有機會看到雪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是最後的機會 到明天的白天 可能太平山相對來說 是比較有可能的 因為它的溫度夠低 而且水氣也持續的有 但是還是要碰碰運氣 以上是這集的氣象說明 球子被蓋上薄薄一層雪 這景象在大陸福建極為罕見 甚至個別地區還達到暴雪等級 積雪深度5到10公分 而不止這裡 大陸多處都變成 銀白世界被大雪冰封 再看到南韓首爾包含激州島在內 各地都發布大雪警報 台灣這一波寒流是受到 蒙古西伯利亞高壓 所帶下來的冷空氣影響 但是不只是在台灣 包含在日本 韓國 中國大陸 以及俄羅斯 這些亞洲地區 也都受到極端寒流的影響 就連美國三分之二地區 更是席捲在冬季風暴 與酷寒當中 公路被大雪覆蓋 釀成不少行車意外 這種極端寒流全是受到極底涡旋 帶來的冷空氣 全都暖化也會造成環繞在北極的 北極的噴流 它開始蛇行的機會會變多 也就是說當一蛇行的時候 它這個彎 冷空氣就很容易從北極 直接往南衝 衝到很南的地方 所以可以看得到像過去這幾年 德州曾經發工那麼熱的地方 冬天竟然會冰凍雨雪的天氣 像這樣的案例 恐怕可能一年 會在一些地方 發生幾次的影響 這個就是極端的暴冷的現象 所以預期像這樣的情況 可能現象會增多 過去幾年 一直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出現不同的程度的 極端天氣 這已經不是只有今年 其實過去幾年 都有這樣的情形 包含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 研究員就曾示警 這樣的極端氣候 可能會成為新常態 甚至要有心理準備 這類的現象會比之前更糟 可能在各地不斷出現 低溫再創新紀錄的事件 全球變遷的過程當中 其實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 是在增加的 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2000年以後 其實很多資料都顯示 我們全球包含台灣在內 都是逐漸在暖化的過程 但是2016年一樣出現 這種非常寒冷的寒流 所以在暖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非常熱的溫度 跟非常冷的溫度 都有可能出現 換句話說它極端化了 它震盪的幅度會增大 而且這樣子發生的頻率 從過往的資料來看 也的確有增加 極端寒流頻率增加 最大主因還是脫離不了 全球暖化所帶來的衝擊 但縱觀整體天氣 冬天其實越來越暖 也因此突如其來的天氣多變 降溫幅度過大 就會更加難以適應 寒流整體而言是越來越少 因為全球暖化的影響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有一波 比傳統寒流更強的 因為這種北極震盪 你習慣越來越暖的冬天的時候 當一波冷的空氣沖下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很難去試 因為大家習慣適應比較溫暖的冬天 一般的這個維生的系統 政府的建設也恐怕 也都沒有辦法應付 美美大學分飛 就會傳出飛機航班取搜 火車停駛 公路中斷 交通大打結等狀況 甚至一下子降溫 身體能否負荷 另外農作物 漁業也有含害問題 北極跟南極就像是地球的冷凍庫 但是如果今天溫室氣體太多 導致大氣層的暖化太嚴重的話 其實這冷凍庫就會失靈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極端的寒流 其實它在未來 如果說沒有一個 穩定的氣候條件的話 讓這個極地溫旋留在北極 未來我們其實會越常 看到這樣的情況 在基礎建設上 其實低溫也可能會導致 例如說電力設施的一些斷電 在國外其實也因為 這個極端寒流有導致這樣的情況 極端天氣不斷打亂生活 更被視為氣候變遷的信號之一 暖化問題若再不重視 氣候危機只會更加惡化 台北新聞 蓮智舟宇宣海報道 說到天氣很冷 溫度很低 很多人會開車上山賞雪 可是如果您開的是電動車 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低溫環境可能會導致 電池的續航力下降 可能會冷到電都充不了 天氣冷它有一個耗電量 耗電量的話在這邊就會顯示 介紹的車體狀況電池淀表 電動車車主吳先生 非常注意車子保養 近來台灣氣溫奏降 台灣山區更低到零度左右 低溫對於電池影響大 電動車車主相當有感 如果說今天我們要上山 譬如說到武嶺 然後到會下雪的地方 像這幾天陽明山可能也會下雪 其實你電池的效能的話 會隨著溫度的降低 電池的效能 它就沒有辦法發揮到它最好的功效這樣子 台灣有很多人是開這樣子的電動車 但是最近在低溫的情況之下 就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在低溫的情況之下 電池的消耗還有充電 都要特別留意 以免發生故障的問題 電動車數量多 根據統計 全台2022年電動車3.6萬輛 比起2017年底增加了21倍 其中自用小客車就高達2.8萬輛 低溫來襲 民眾想看雪 紛紛開車往山上去 但若沒注意電池量表 很可能電動車就會出現問題 到零下大概六七度的時候 它的效能大概只剩下原本的60%到70%之間 對 那它耗電速度比較快 因為我們在比較天氣冷的地方 我們會開暖氣 然後我們還會開譬如說電熱儀 然後甚至是電動加熱的那個 電熱的那個方向盤 其實這些都會對我們的電池的效能 會有所的影響 低溫情況導致電力續航力變低 根據國外數據調查找來13款不同款式的電動車做比較 在低溫的情況下 設置約-6度到-1度情況 續航力表現最好的衰退3% 續航力最差的衰退高達30%以上 其中一台知名的電動車款 設置21度的時候還有超過225公里的續航力 溫度下降到0度左右的時候 續航力只剩下150公里左右衰退明顯 比如說如果在下雪前大概在20度左右的時候 你開的比如說這個續航是100公里 然後突然之間突然大低溫下雪了 0度以下之後 你這個續航的100公里可能就會變成60公里70公里 那會導致你的續航力大幅的下降 就像我們的手機如果遇到那種寒流低溫 然後它為了會保護這個電池它可能會關機 那那個什麼電動車也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天冷會降低電池效能 專家表示跟電池的構造有關 離電池在液態電解之中流動 介持產生電能 但低溫導致電解一變冷之後 離電池流速變慢 釋放的能量隨之變少 降低了電池的續航力 消耗電力也變得快速 當我們在天氣冷的時候 那我們電動車它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回到家的車庫裡面 我們會希望說車主就是把它的那個 慢充的那個插座把它插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維持你的電池 它算是有點像是保溫的一個功能就對了 那你的電池要繼續在工作的時候 它的那個溫度就不會降得這麼快 車主要去山上那種 需要說沒有充電裝的地方的話 就要特別注意你的電量 你一定要充到全滿再上去 不然你可能會在平地的時候 覺得說電容好像還夠 到山上的時候突然之間它有一個伸縮空間 突然你的電容電量突然大幅的下降 那你有可能沒辦法下山了 你可能要叫個拖車或幹嘛的 然後甚至就是說 車子真的不會動 專家表示當氣溫驟降的時候 電池要達到一定的溫度 才能讓電池動起來 多數的電動車都內建預調節功能 駕駛可以在導航系統當中 先設定前往充電站 就會為電池預先加熱 部分電動車也能事先預測低溫下 可以行駛的里程速 找附近的充電站 建議車主最好預留更長的充電時間 盡量把車停在室內 減緩掉電速度 未來車商也會強化電池續航力 包含電動車外觀設計等等 來增加電池效率 那載你的車子可以行駛得更遠 大概是這個狀況 大王寒流來勢洶洶 外出賞雪 電動車也得顧 免得雪沒賞到 車子就出了毛病 TY的新聞知識委來明 台北超報導 月光過年了 代表大家都快要領到年終了 因此農曆年前 通常是企業人士流動率最低的時候 可是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說現在有48%的受訪者 已經在位轉職做準備了 原因當然是想要追求更好的薪資 主要是他會考一些數理的題目 那所以我找了一些數理的模擬題來練習 書桌上全都是考試的準備資料 王先生現在每天都在埋頭苦讀 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當機師 但其實他畢業之後 先是擔任工程師一年多的時間 只是工作狀況不如他的預期 經過思考之後決定走出舒适圈 主要轉職的原因就是有兩項嘛 一個就是公司 不太滿意公司目前現狀 跟一個我有我自己目前的人生規劃 前公司給的年終對我來說 其實沒有算很多 自己評估一下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差 所以就離職了 薪水還是最現實的考量 但工作福利 工作環境 甚至是否符合價值期待 也都是當前年輕族群所關注的議題 當下在跟主管談的時候就比較堅決的說 想要離開 那跟主管談完後大概一個月左右就離開了 薪水是越多越好 那再來一個就是發展性 對 畢竟我覺得現在我大概27歲 所以對未來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那我希望我未來的發展的空間越大越好 再過一個月就要過年了 代表領年終的時間到了 但是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有4成8的受訪者已經在轉職的路上了 考量想要離職的原因 第一名當然是追求更好的薪資待遇 其次則是考慮到工作壓力大 以及職業捲帶 只是雖說要離職 但有念頭卻還沒行動 占最高26.2% 不過也有15.1%已經瀏覽直缺 悄悄投出履歷 以及6.7%近期換了新工作 進一步調查 若原公司有意未留 需要加薪多少才會打消離職念頭 結果顯示至少加薪6958元 基層主管則是8537元 至於最多人想投入的產業 連續9年都是科技業 產業或是上班族會擔心 自己這個工作的前景是否看好 甚至自己本身都被資遣 或者是放無薪假等等 所以對比今年的理由相比 我們會覺得的確在疫情之後 我們現在景氣有逐漸好轉的趨勢 市場的Z世代跟我們講的這次X世代 或是鷹耳潮世代的對於工作的選擇 其實事實上是有一些的差異的 他們會重視這個工作本身 是不是對他們的人力的提升或枝壓的發展 會產生正面的效益 如果不會的話他們可能就會選擇離職他就 當然這些職場的Z世代或是比較年輕的這些Y世代 他們大概也非常重視就是工作跟生活能夠趨於平衡 而觀察今年觀望的比例比前兩年疫情時還要高 畢竟在年前裸辭工作最擔心會遇到哪些狀況 調查中發現最優心經濟是否能夠負擔佔了54.6% 同時也不知道這空窗期會多久 而也有32.7%認為工作選擇少 這些都是上班族衡量在農曆年前換工作所面臨到的風險 在今年景氣是比較復甦的 所以很多上班族還是會想說先觀望一下年終獎金的狀態 如果領的不夠好可能才會萌生轉職的念頭 通常這個年終獎金反而是科技業最大包的獎金 所以很多科技業的人他們不一定會等到年尾 反而會考慮到領完年終的這個獎金之後再做轉職的觀望 確實也有科技業前輩在社群平台分享 千萬別錯過年終獎金的這份大禮 細算下來可能在8月底離職才會是最划算的時間點 同時碰上大學畢業季企業通常也會釋出更多的職缺 各行各業有不同特色和薪資福利 是否轉職原因百百種 不外乎都想追求自己最滿意的工作狀態 該如何取捨得先深思守慮 特別新聞華正森周宣台會報導 青壯年是現在台灣社會運行的重要推力 而根據遠見調查發現 面對未來十年 台灣青壯年最大的恐懼有兩點 包括就是房價真的太高了 還有薪資過低的問題 而這比例是比新加坡 香港 大陸跟馬來西亞都還要高 記住一項又一項政策 只是打房再怎麼打 全台房價還是持續往上爬 根據房仲全聯會針對2024選後購屋計畫進行的調查 有19.2%認為選後房價將會上升一成以上 還有近半數認為將上升5%到10% 總計有高達67.7% 也就是將近七成的民眾 認為2024年房價將會繼續上升 當不只房子吃的用的穿的什麼都在漲 唯獨薪水還在原地踏步 這樣的大環境也著實讓這一代年輕人相對無奈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來的一個剝奪感 就是因為你像如果現在大概40歲上下的話 大概就是1980左右那時候出生的 就是70末80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台灣經歷起飛 就是已經差不多是末段了 如果是20歲年輕人的話 大概就是2000後 2000後其實就是例如說 他們面對到的社會 其實他們一出生 其實就是例如說政治的風氣是比較開放的 可是對他們來說就是在經濟上來說 其實台灣已經沒有過去的榮光 就他可能看著他的父輩是他們努力就可以賺得到錢 可是等到他出社會的現在的時候 就是這個社會是很現實的 就是其實他們很努力 但是他們的薪資可能還是低的 年代不同 擔憂的也不一樣 根據遠見2024年亞洲青壯年價值觀調查發現 面對未來10年 台灣青壯年有兩大恐懼 其中有高達84.1% 憂心房價過高 而擔心自己薪資過低的也是高達了62.3% 而這比例數字已經比新加坡 香港還有中國大陸以及馬來西亞還要高 工作的提供跟工作的一個想要這兩個沒有對接的話 常常加上他自己又沒有什麼方向的話 的確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困擾 每個世代不一樣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世代真的是他們心理困擾比較多 還有人際的焦慮的問題比較多的時候 常常往往可能旁邊要協助 把範圍拉大來看 針對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 五個地方的18到45歲青壯年 對於社會參與推動力執行力 以及前瞻力41例進行調查 總體分數以新加坡的64.7分奪冠 堪稱為亞洲最為積極的青年族群 再來就是台灣的63.6分 還有馬來西亞的62.5分 不過向來被視為最為狼性的中國大陸 以及生活節奏最快的香港 則是出乎意料地居居於後 聚焦在推動力面向裡頭的渴望成功 跟創新能力則會發現 台灣表現相當不俗 比其他四個地區都還要高 以67.7分位居第一 進一步細看對於未來的期待 亞洲新壯年期許十年後成為的角色 前三名為專業人士高達24.2% 自由工作者則是佔了21.4% 還有領導團隊的管理者 來到14.3% 至於台灣年輕人的願望清單排序 冠軍則是自由工作者的25.3% 專業人士的15.7% 還有領導團隊管理者的15.4% 則會在第二 第三 我覺得台灣的青年勞工比較偏重 是這個工作跟生活的一個平衡 反而他覺得說 薪水要追求超高薪或賺大錢 甚至說買房子都比較其次 反而他們覺得說 在這樣的一個職場環境情況下 其實能夠先求工作跟生活平衡 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其實家庭生活幸福 然後工作可以是自己喜歡 但學以自用的其實是比較優先的要求 從工作到生活 現在進行是道展望未來 攤開台灣 輕壯年恐懼 還是跟大環境的無奈脫不了關係 但憑著突出的價值觀 推進動力 台灣還是可以走在很前面 體驗新聞中的榮 陳文岳台北採訪報導 之前在新冠疫情的時候 美國政府為了減輕民眾的壓力 暫停學貸的償還 去年10月開始恢復 讓不少學貸族苦哈哈 而現在美國總統拜登又宣布 7萬4千名的借款人 免除近50億美元的學貸 不過其他人還是得為學貸煩惱 過去在美國上大學 被視為人生勝利組的SOP 現在大家觀念都改變了 每到月底就要勒緊褲帶 美國這對新手爸媽雙新家庭 有房有娃 看似是標準的美國夢實踐版 但是街上扛的貸款 快把他們給壓垮 每月高達3400美元 相當於破10萬台幣的房貸 就幾乎佔了薪水的全部 兩人還要付學貸日常雜誌 育兒開銷 現在的經濟復蘇再強勁 都和他們無關 當我們訪問 經濟很高的 你覺得這樣嗎 我沒有感覺 我沒有疑惑它會變得更好 但不完全感覺 我們沒有感覺 明明出社會好幾年了 學貸還沒還完 之前因為疫情暫停的學貸償還 美國政府在去年10月恢復之後 廣大學貸組叫苦連天 像是美國這位抖音創作者Danny 是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畢業 為了升遷加薪 8年前咬牙扛學貸去年研究所 一代帶了7萬美元 約台幣220萬元左右 加薪幅度卻不如預期 離職後學貸負擔沉重 有大學研究所高學歷 在第一朝中開啟斜槓人生 Danny本身是移民 一路拼到美國高等教育學位後 現實生活和想像中的美國夢差很多 拜登說的念大學等於脫貧致富第一關 這過去確實是被視為邁向勝利組的基本門票 但是很多過來人的經驗是後悔了 我去學校去做TikTok的影片嗎? 我會在一個更好的經濟的位置 而不會在學生的學生的貸貸 對 可能 我有一個交易學科學科 我一定不需要這樣成功 所以我認為你變成18歲 你已經在乘損 根據美國統計 截至去年6月為止 約4340萬名的學貸借款人 背負了1.63兆美元的未償還貸款 為了平革大師學位 教育的代價是負債而不是資產 這讓民眾怒吼要終結學貸 即去年推出以收入為計算基準的學貸 減免新方案後 現在拜登又推出了最新減免 借款人如果是擔任護士 消防員 教師等公職滿10年的人 就可以獲得減免 這讓7.4萬人受賄 免除了近50億美元的債務 但是減免的代價就是這些債務 政府得扛下 拜登要讓高教普及 但是大學學歷早就不等於是 出人投地的唯一SOP 千禧世代入入學貸 防貸循環的血淚史 可能也會影響下一世代的植涯選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你知道嗎 去年2023是台灣車市 18年來最好的一年 12月單月掛牌數 43,161輛 全年年增11% 業者更推估搭上農曆年前的望月效應 還有望在刺激銷售 消費者坐進駕駛座 透過試駕熟悉各種功能 跑車化的駕駛艙的包覆設計 包含它的中後台有點朝向駕駛者 所以其實在開車的感受上 其實會質感提升滿多的 這台國產休旅車 價格落在71萬到82萬間 自去年9月底上市以來買氣強勁 月銷量都在1500台上下 去年全年賣出4594台 表現亮眼 去年9月底發表的Yaris Cross 全新的車款 它發表之後 其實造成滿多消費者的迴響 因為它的售價 跟它的整體的動力的配備 空間的配置 跟它所附上的配備 其實都滿CP值非常高 所以滿多原本是開 我們以前的小鴨的客戶 都會有興趣來購買這部車輛 走過疫情缺工缺料等不利車市因素 新車陸續到港消化訂單 讓台灣車市在去年是18年來 最好的一年 去年一整年好多人換新車 需求強勁 單單一個12月 新車掛牌數就來到了4.3萬輛 但全年更驚人 掛牌數是47.6萬輛 年增11% 寫下18年來的新高 看看七大車廠去年載台銷售 核泰車雙品牌寫下15.9萬輛加機 另外中華汽車排名第二 新車掛牌數也有5.1萬輛 至於現代汽車 年增率高達44% 賓士和B&W新車掛牌數 也都破萬量創下不錯成績 我們知道說在疫情的這幾年 全球的汽車市場 歷經了一個非常嚴峻的 供應鏈上面的混亂 所以其實包括在台灣 其實過去這兩三年 其實很多包括進口車 都是在供應上面很吃緊 所以這兩年其實各個經銷 汽車的經銷體系裡面 其實都累積很多訂單 2023年創新鋼謀生 這段時間所累積的訂單 慢慢隨著供應鏈變得比較穩定了 所以大家可以拿到車了 所以這些掛牌數字 就陸陸續續就寫線出來了 可以看到台灣國產車賣得好 但近年來進口車也來勢洶洶 除了雙B寫下家機 Lexus去年全年銷售更突破3萬台 年增超過5成 超跑Masarati去年掛牌數達695輛 也較前一年大幅成長77% 汽車達人表示 國產車銷量最快在今年 就會被進口車超越 到目前為止來看 還沒有正式出現 那個所謂的黃金交叉 不過我覺得未來 可能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有機會包含 Lexus的入門SUV 叫LBX 甚至像Kia百萬內等級的進口車 所以我認為其實或許今年搞不好就有機會 正式超越國產車的這個銷量 此外 業者更推估 圓越新車掛牌量較去年1月份 會大增30% 來到4.7萬輛 主因是去年12月部分訂單 沿到今年1月 再來是各車廠新年促銷優惠 衝刺春節前買氣 搭上農曆年前望月效應 有望刺激銷售 因為農曆過年大概要到2月8號2月10號 左右才會進入春節的假期 所以在這個大家在過年前 想要開新車的這種心態下 那隨著整個供應鏈都變得比較穩定 國產車的促銷的力道也加強的情況下 那2024年的1月的銷售應該會比2023年的1月來的成長很多 台灣車市持續升溫 而電動車的發展動態也將影響整體車市的銷售動能 TVBS新聞 李永華留言宣 台北採訪報導 這是今晚的10點不一樣精選 再來看的是國際焦點 以色列人質的救援沒有新的進度 而週一又有大批的家屬闖入國會抗議 連以色列總理官邸外都出現了示威人潮 不過美國新聞網站就報導 以色列的態度鬆動 透過卡達跟埃及在斡旋 提議最長休展兩個月 加薩城市巷陣 以色列士兵在煙霧彈掩護下快速穿梭 現場槍炮聲四起 以軍證實正在這裡展開主要戰鬥 過程中又發現一個垂直往下的地道 以軍先前也是在南部大城發現關押人質的地道 構造和CNN記者採訪過的差不多 都是暗無天日又濕又熱 對於以色列政府至今無法救出更多人 家屬氣急敗壞指導國會抗議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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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不然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虎 彷彿無視人質死活 斷然拒絕撤冠惹的提議 那尼亞胡在國內壓力越來越大 就連他的官邸周遭都出現抗議人潮 現在不只人質家屬快氣風 以色列北部的居民也處在水深火熱當中 因為不遠處的黎巴嫩真主黨 還是虎視眈眈 隨時射來炮彈 當地一處養雞場就曾因為猛烈炮擊 感受劇烈晃動 擔心衝突若再擴大 將衝擊養雞場的生意 這個用肉眼就能看到黎巴嫩的 以色列小鎮市長甚至收過 真主黨的威脅簡訊 除了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間 整個中東都因為以哈戰爭 感受緊張 駐中東的美軍累計 預期次數超過140次 夜門叛軍還囂張在紅海作亂 最新宣稱襲擊了一艘美國軍用貨船 結果中美軍打臉表示人與該艘貨船保持聯繫 不過美軍也不打算輕輕放過 22號在與英國聯手對夜門叛軍展開第八次打擊 同時加碼制裁哈馬斯和其他暗住伊朗組織的團體 以哈戰爭打了三個多月 傳出以色列終於態度鬆動 提議停火兩個月換取釋放所有人質 其餘妥協項目還可能包含准許哈馬斯高層離開加薩 雖然同一時間前線的乙軍卻傳來壞消息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過去24小時有21名乙軍陣亡 這也是乙軍地面行動以來 單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鐵新聞綜合報導 烏克蘭首都基辅跟第二大臣哈爾科夫 週二傳出遭到俄羅斯發射41枚的飛彈轟炸 烏軍只攔截下了其中一半 所以這波攻擊也造成了至少4死60多傷 而烏東阿富迪夫卡還有巴赫姆特 以及利曼地區也持續陷入激烈拉鋸戰 當烏軍五人機一起飛 就代表又有二軍要倒大煤 我給他放了少許進去旁邊 在壁邊 他在20分鐘就要射射了 橡紅色大火球猛烈爆炸 熊熊火勢吞噬吞噬 二軍坦克 但在烏東阿富迪夫卡的 烏軍第47集氣化部隊 發現二軍為了儘快取得戰功 進步行自家士兵當用兒 завдання таких копачів добігти під позиції українських солдатів і сховатися 如果我們行走路由他們逃避 他們兩、兩、三、堆 然後進去進行最主要的勢力 已經有15人 責任這類伙伴 已經要去逃避 上的軍事 另一邊 二軍不斷試著突破 在巴хамута的 二軍防線 目前為止 二軍已經 七度將二軍打回去 因为在克拉马,托斯克的 Лиман地区已经有多多儿军汉炮弹需要无军应付 为了减少俄军轰炸,在利曼的乌军日夜侦察,无人机一发现俄军弹药库或装甲车,跑兵就会马上出手 斩草要除根,乌军连俄军后勤也不能放过 俄罗斯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诺瓦泰克公司,位在波罗的海乌斯卢家的燃料码头,经传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陷入火害 消息指出,俄军燃料就是从这里提炼 俄罗斯官员还控诉,无军炮轰盾内刺客二战区,一处热闹市场,造成28人死亡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痛批,乌克兰政府露出邪恶一面 但乌克兰也指责俄罗斯,周二凌晨发射41枚飞弹,轰炸基辅与哈尔科夫 多数死伤也都集中在哈尔科夫,当地还有一条天然气管道受损 战场上枪林弹雨,战场下唇枪舌箭 俄罗斯与乌克兰大使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互抢是对方找外援才加深冲突 英国卫报也独家报道,英国向联合国提出北韩运送大量货物到俄罗斯的卫星罩 指控北韩疑似军援俄国攻打乌克兰 面对近期请求军援不顺的乌克兰则迎来一丝希望 新上任的波兰总理图斯克来访基辅 承诺将力挺乌克兰对抗俄势力 并且同意尽快米平波兰与乌克兰因为股物贸易造成的摩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甚至宣布一项草案 要让协助对抗俄军的外籍志愿兵获得乌克兰国籍 有意借此征召更多兵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尔还有以哈的冲突还没平息 使得台海情势依然受到国际瞩目 而我国的智库研究院也针对了中共夺军发布了评估报告 进入2024世界地缘政治冲突情势依旧 台海也还在亚历波之内 国军反的路处处接战场反复演练 当贴近实战被奉为最高指导原则 敌情想定是否也跟着与时俱进 政府智库国防院针对中共政军发展 提出了最新评估报告 谈点汉光三九号演习 北台多点地地同时 模拟谈案守备 要港防卫和机场反特攻 应对的就是多层双超 因为解放军登陆手段 随着船舰直升机阵容日渐增加 思维早已跳脱平面 报告之中再次盘点共军兵力 推估中共第一波攻台阵容中 空将兵大约三万名 随着运二十服役 台湾东岸也得盛防大规模投送 而陆军两棲合成旅 人数大约三万 还有2400辆各式车辆 加上海军陆战队所属的四万名兵力 总数十万大军看来惊人 最大的问题在于部队运输 我认为目前中共来讲 其实继续要去解决 是自制的书记装备 我在第一批登陆的时候 我会用民兵的什么地级大队 他所谓指的地级大队 他就指的是鬼关火 他一定是在第二批第三批之后 也就是我登陆部队上岸 建立登陆岸 登陆点 登陆段 我开放港口之后 那我会掌握制空群 制海权以后才会出来 如果按照公开资料 中共陆军航空旅 两栖合成旅 以及海军的两栖舰队 首波战云数量大约5.2万人 因此缺乏自我防护能力的 海上民兵海运大队 势必得在后方百命前进 不过退役情人上校认为 这取决于防卫军 还是多少战力 制电池制空制海权 谁能够获得自三权 谁就能够获得登陆或反登陆作战 成功的保证 你如果无法瘫痪 他是不会发起登陆作战的 换句话说 他发起登陆作战的时候 表示防卫军的一方已经被瘫痪了 如果主战打击兵力出现不小折损 坦手背 后方就是前线 推行中的野战清兵器 射击训练 显然以此作为背景 从利于登陆的红色沙滩 率先实施 熟悉防卫动作和战场环境 美军将正规两栖登陆 舰艇的吃水声做依据 来将登陆的滩头 做了一个可攻正规登陆的红色海滩 勉强可攻正规登陆的黄色海滩 以及无法实施正规登陆的 红色的蓝色海滩 考量登陆场的因素 不光只有滩潜坡度比一个因素而已 他的两栖登陆部队所搭配的 都是动五行系列的两栖装甲车 所以他不需要在滩头实施换秤 就可以直接用履带上路 原本以前的蓝色跟黄色海滩 他现在都可以实施正规登陆 真实的战况准则只能参考 中共会不会发动登陆战 能不能成功 从环境到国军的防卫用兵 都是决定要素 情势沿袭或是兵推没有标准答案 重点只在找出不足 做足准备 TVB的新闻 过年看这个景色会发 你知道整个外面是 好漂亮喔 好美喔 搞出来看看 好残雅喔 对 我们今天吃的是那个乌溜 然后你看到桌上这样全部 它是一只鱼喔 对 把它做成五吃 我们现在来到那个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为了寻找妹 我来到了传说中女人的殿堂 今年最强寒流来袭 中国大陆大范围的下雪打乱交通 许多地方都传出严重的连环追撞车祸 一大群游客起哄要求退票 中国大陆重庆的风景区突然降下爆